所以如果有些細節 假如以下沒辦法熟悉的話 你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不過建議這些其實程式正媒體 自己敲一敲 而且它還會提示 Equipus裡面都還會提示 Random點Run 有些單字也不用特別去背 因為它環境都會自己跳出來 像你打一個Print 打一個P 它Print 就出來 打一個Wile W 就出來 Enter 就多方便 只要你那個規則記對 打一打程式 很快就OK了 而且這些程式真的不困難 你多打幾次 慢慢就感覺真的是很快就OK了 再來剩下來的部分 就是外部再加個資料庫 加個檔案讀取 或者是網路讀取 自動就可以變出你要的東西了 可以做得非常的複雜 甚至你要記錄一些 比如它答對的次數或成績 其實也是再加個資料庫 就可以把它寄到那邊去了 資料庫當然是有我們Local端的 Seql Line 或者是說遠端的MySeql 或者是放到雲端上 其實這些都是很成熟的技術 而且現在 尤其雲端 在資料都弄在雲端上面 大家都可以互相存取 任何裝置 不見得是PC 所以像RespliPi 任何東西 你會有傳遞一個數據 而且RespliPi 現在越來越便宜 那個價錢 有時候還有那個經典版 幾百塊就有一個 那你隨便抓一個地方 反正隨時發布訊息 你說要監控什麼東西 像監控任何數據 你看得到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監控 那就會產生一個大數據 在雲端上面 那你再把那些Data抓下來 你看要怎麼做 馬上可以做個決策 OK 比如說你要記錄這邊 有沒有塞車 你就監控 對不對 那什麼時間 每天什麼時間 都有固定的 所以你就針對這個訊息 去做一個決策 我想應該會改進蠻多地方 很多地方 就是人不用站那裡 警察很 其實警察也很寶貴的 你可以叫他站應該站的地方 像你發現現在很多地方 甚至像那種什麼 影像辨識 抓歹徒的 抓車牌的 什麼 像現在停車場很多都 幾乎都改成影像辨識了 OK 那這樣的話就減少人力的負擔 以後的話 甚至任何地方 比如說你來不到上課 那會不會以後門口就弄一個 叫也是人眼辨識 你來上課了 你也不用刷卡 對不對 你來了 對不對 就記錄了 有沒有可能 是應該可能 技術已經成熟了 只是說這個可能會有 隱私權的問題 所以 這個未來會不會這樣做 很難說 所以之前好像也有那個 台北市某個學校 也是說要做學生的簽到 就如果你有來 他就是影像 弄個門口大門 弄一個那個 影像辨識 反正你來了 你就自動記 但是 然後家長有抗議說 這個有侵犯到隱私權的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另外的話 假設你要把它改成VBA的話 OK 其實也有個VBA的版本 比如說VBA的版本 其實也非常簡單 我是覺得架構 像我 Python的程式 其實是從那個 什麼 VBA的那個邏輯改過來了 你會發現改完差不多了 我覺得 大同小異 沒什麼就是 大致上的東西都一樣 只是語法稍微不同 OK 而且改也不難改 改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 就是講這樣 比如說我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然後加一個module 把那個sub加進來 這個sub也許叫拆 拆數字遊戲 然後呢 只是說 我們用的那個random 在那個VBA裡面本身就有了 所以直接引用 它叫做RND 的一個函數 OK 然後呢 一樣可以拆 所以我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幫它 輸入10 Enter 太高了 有沒有 太低了 太低的話就再高 15 15 Enter 太高了 低一點 12 Enter 太高 不就11 Enter 答對了 有沒有一模一樣 那其實改哪些地方 不外乎就是說 其實這個東西 我其實是一個sub對不對 如果你要把它拿來修改的話 其實只要怎麼樣 我好像是記得啦 其實改哪些地方 C-C C-V 反正邏輯都一樣 那裡面第一個把那個這個把按個 Tab OK 那哪一些要改 第一個 random的部分 random部分的話 特別需要 如果你要在 VBA裡面產生 1到20的數字的話 他需要用到一個VBA裡面的函數 叫VBA.RND 所以你打個R N RND就出現了 那這個RND呢 小瓜糊 他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 會幫你產生一個乱數 會是 0 到 0.999 不會是1 的數字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要1到20的話 你可以先把它怎麼樣 乘上20 可是如果你乘上20之後 他0 0乘上20還是0 那0.99999 乘上20的話 應該是多少 19.9999 還是不會是 那個 20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先在這邊把它全部轉成INT INT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是0到19.99999 那我乾脆把那個去掉 就變成0到19 可是0到19 可是我要是1到20 怎麼辦 對 加1比較好 OK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邏輯如果你通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Java的邏輯跟這個一模一樣 Java也是一樣 Java也是0到 所以其實 如果你大概通的話 其他都相通 那再來就是說 input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input box 所以如果你在那個VBA裡面的話 那轉型好像不用 因為在VBA裡面 他其實 轉型部分是比較有人情味的 他不像說其他語言一定要很強硬的 他不會他自動幫你轉 他如果不OK 他就自己幫你找一個對的 然後呢 input的進來 到區 那Wile的話呢 在那個 如果我是VBA他不用那個Wile 他有個WileWay 不過他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用那個叫DoWile 所以你這邊的話用DoWile 那DoWile的話呢 一定要怎麼樣 後面有個條件 DoWile什麼呢 DoWile 所以這邊的話輸入1就好 其實也一樣 DoWile1 True就是永遠都是True 後面如果是True就會進入到回圈 進入到回圈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這邊一定要有個Look 他有個對應的 所以在這邊把那個 File改成DoWile 一樣 就是File 然後 Loop的話就回圈 再來的話呢 其他的那個邏輯判斷 我們前面好像有練習過 就是如果 他這邊的話就是要把它改成 Zen OK Zen 然後其他的部分的話 這個就是乾脆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就把它改成這個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那個Print 當然你可以Print 不過他是那個Print在那個下方 所以我們乾脆用MeshBox代替好了 這個地方你可以把那個Print 用一個訊息叫Message Message 把它輸出好了MeshBox 用這個來代替Print 就是跳出那個像剛剛有出現那個小的視窗 那把它Print 其他的話大概就是 只要是Print 我用那個MeshBox把它取代一下 其他大概 OK 另外Break 雖然他有Break 不過效果不一樣 如果說你要跳離回圈的話 你把它改成什麼 Is this sub But is this 加一個Do 離開這個Do的回圈 然後我把它L 這邊加到這裡 應該是在這裡 然後 恭喜答對 記得 他那個這個邏輯判斷 一定要有EndIf 然後ElseIf 這邊的話 要打成這樣 ElseIf 然後這邊一樣是Zen 他多一個El 不是 Else 然後這邊打一個Zen OK 那其他應該都差不多啦 所以 基本上我大概 改了一些 比較細項的啦 所以如果以後 你要把那個Python的程式改成VBA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模組裡面的一個Sub 其他就是把那個 就是Random改R 加ND 其他就是 Input Input 改成Input Buds 那個 Wile改成Do Wile 這邊要加一個Loop 其他的話 Is this do 細節就是我們前面講過那個邏輯判斷 把它稍微修改 這樣子來Run 結果就一模一樣 OK 所以其實兩邊你說 是程式當然有差別啦 不過很多地方 兩邊 我感覺是相通的 但是你就是要記得 它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 程式部分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如果 這個部分 可以請各位再稍微試一下 就是說那個 開啟那個什麼 其實以下我覺得比較簡單 開發人員你叫出來 就可以開始撰寫 那程式部分呢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好這一段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來